垃圾电影 里面的咒王昏晕无道 达吉呢 简直就是一个红颜祸水 当然也有人说不错 看到大家对这部作品褒贬不一 所以昨天晚上呢 特意去看了一下 小时候觉得他们就是坏人 但现在看了以后 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被咒王和达吉的这种爱情故事 真的深深的震撼到了 在达吉最绝望的时候 咒王拯救了他 可以说给了在黑暗前行中的他一束光 所以达吉一直守护在咒王身边 可能在他的心中 咒王就是他的全世界 在看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一个细节 达吉老味咒王吃葡萄 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老味咒王吃葡萄呢 这是因为狐狸最爱吃的水果就是葡萄 他把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 给了自己最爱的人 那咒王呢 为了爱情也很疯狂 比刚说这是妖孽 我把我的蹊跷灵魂心掏出来 他吃了如果他是妖管杀了他 吃了以后献出原心要杀的时候 咒王不干了 为了达吉火烧太妙 我觉得咒王说的很对 那些泥塑的东西 那些牌位 会说话吗 有情感吗 都说能庇佑 庇佑了个啥 全是思想的束缚 世人都说达吉不好 可达吉对咒王是死心塌地的 这就像什么呢 在别人眼中可能他是坏人 但是他对我好呀 他对我好 那到底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包括在片子的最后 咒王死的那一刻 达吉不顾一切的去救咒王 他在舔尸咒王伤口的时候 小心翼翼的在舔 这是一个非常细节的镜头 你看在动物节 动物受伤以后 他就是用舌头舔 为了救自己最爱的人 他不惜牺牲自己的九条尾巴 千年到好 就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什么呢 看到了爱情的双向奔赴 达吉虽然说是一只狐狸 一只宠物 我们总说骗人是小狗 可养狗的人都知道 小狗从来不会骗人 小狗对主人的爱是非常忠诚的 你开心的时候呢 他会疯跑 你难过的时候 他会默默的守在你的身边 有时候呢 他会把自己最爱的骨头 或者自己最爱的玩具 吊在你的面前 我在昼王和达吉的身上 看到了确定性的爱 抛开世俗的眼光 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 是找到了对的人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好像是你一个人 蜷缩在黑暗的角落里 他提着一盏灯 在焦急的寻找你 在找到你的那一刻 也没有问你为什么躲起来 更没有把你拉起来直接走 而是温柔的说了一句话 我可以坐在旁边吗 请不吝点赞订阅